当奥特曼不打怪兽的时候都在干嘛呢 比如说赛文奥特曼 这不这天他带着安奴出来看电影 甚至还买了两个大饼边吃边看 电影讲的是关于萨哈拉沙漠中举行的汽车越野赛 电影散场后两人来到了游乐园 团队安奴说他也想参加汽车越野赛 哈哈不用想啦 你的愿望会立马实现的 最近防卫军开发了高兴人火药斯百娜 他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数百倍 但是在运送途中遭到了敌人的袭击 于是奥特警备队接受了这次运送任务 关于如何安全运送斯拜纳 大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因为敌人在岸又是爆炸物 必须格外小心 众人提出了很多方案都被否决 直到猪星团说最近有一个汽车越野赛 他们可以报名参赛混进里面 不仅不会引人注目 而且赛车有缓冲减震装置 正好适合用来装置斯百娜 随即他和天成报名参赛了 在选手中团发现了两个可疑人物 不用说这两人肯定会搞事的 赛程全程700公里 比赛开始后 奥特警卫队成员们扮成参赛者在旁边护航 到了1号检查站时 团发现那两个可疑人物驾驶的3号车出了故障 停在旁边修理 检查员让团他们先过去 就在他们向下一个站点驶去时出事了 在路上先是一辆摩托车不要命的向他们驶来 团测开后发现这是人体炸弹 随后又有一辆赛车为了取胜 抄了他们的车后爆炸了 团和天成上前查看 发现是地雷 敌人的最终目标是他们 而这辆车是为他们打灾 突然一到攻击袭来 团和天成赶紧躲在了岩石后面 团用头盔吸引敌人注意后 偷偷的绕后攻击敌人 虽然那人倒地了 但他立马变成了一阵光消失了 团返回后发现天成十分痛苦 原来他小时候经历过爆炸 留下了不小的阴影 到了晚上他们来到一片树林 突然一个人影出现 于是团和天成追了上去 追着追着那人却不见了 此时一阵阴雨声传来 还有烟雾 大晚上呢 这就有点恐怖了呀 两人慢慢靠近后 居然发现是队友 队长问他们 你们这是怎么了 怎么可以离开赛车 上面可是放了炸药啊 众人回到赛车边 索加击毙了藏在树后的敌人 但是他们发现 斯拜纳被装上了定时炸弹 团想拆除 但队长命令天成来拆 天成克服极大的心理不适 在团的鼓励下 他拆除了定时炸弹 第二天队长想让古桥 换下天成 但天成表示 他可以完成任务 他感谢队长 让他克服了心理阴影 所以说呀 越害怕什么 就越要去面对 赛车继续上路 此时空中飞来了两架直升机 他们对着车子发射了气球装置 让赛车升到了空中 团和天成用激光击落了直升机 索加击落了气球 两人安全回到地面后 终于安全的把斯拜纳运送到了目的地 但团和天成发现 他们运送的不是真正的斯拜纳 真正的斯拜纳在队长车上 原来这一切都是队长的计划 想要迷惑敌人 首先得骗过自己人 哎 不得不说队长的这一招是真的高 就在众人即将进行试验时 从远处的山里面 钻出了一只恐龙坦克 企图破坏实验 两名工作人员陷入险境 团跑了出去 便身成赛文奥特曼 怪兽的力气十分大 好不容易将人救出 赛文却遭到了恐龙坦克的尾巴攻击 见赛文无力反抗后 怪兽无情的从赛文的手臂上碾压了过去 不过呢 这个怪兽一点都不聪明 最后赛文引爆斯拜纳炸死了他 事后队友们救出了昏迷的团 话说当奥特警卑队成员可真不容易啊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